总是向你索取,却不曾说谢谢你,直到长大以后,才懂得你不容易,每次离开董事,装作轻松的样子,微笑着说回去吧,转身泪是眼底。 每当耳边响起这首父亲,鼻子就酸酸的,在你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?是像柱子擒纹里,那个盘沙的翻过月台的背影,还是里安镜头里父亲对女儿的执念,也许早已长大的我们,已经不再需要父亲那个宽厚的臂膀,还记得上时候父亲一年才回家一两次,每次回家的时候,父亲都会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,给我买好多好多礼物。 每次父亲回来,父亲就会给我当马骑,把我弄到肩膀上,满身的跑,父亲从未舍得打我,骂我,父亲也从未叫过我的名字,从小到大,父亲一直都是女儿的叫我,别人都跟父亲开玩笑的说,你会不会不记得你女儿的名字了? 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身边,去大城市读书,第一次一个人坐大巴车,在车站我跟父亲说,我怕坐车同院,父亲跑去对面商店给我买了药,父亲停着好重的行李箱,把我送上车,叮嘱我这个那个。 久久不愿下车,等司机说要发车了,父亲才不舍得下车去,在窗户我看到父亲一直盯着我左坐的车,表情让我看了心疼,时光很快。 父亲经常说,腰疼脚中血压高,每次回家都看到父亲,又长出来很多白头发,他开始注重养生锻炼,每天满发后,父亲都要出去锻炼身体,他也每次问我有没有假,啥时候回家,我知道父亲想我了,人生好像总是这样,时间走得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太多,猛然一回头才惊觉。 我们大了,父母老了,每一次跟父亲讲电话,父亲说的最多的一句,不管工资都高,如果做得不开心,就不要做了,如果工资不是很高,你在那做得开心的话,就在那做。 我知道父亲要的不是我有多出息,赚多少钱,他只要我开开心心的,可是每一次他又懂事不会往我爬里打钱。 在2012年的时候,父亲生育,第一次用兼职打工的钱,给父亲买了一把自动剃须刀,父亲嘴里说不要,表面表现得毫无波拉,可是那把早已该丢掉的剃须刀,他却舍不得丢,用了七年,直到现在还跟宝贝似的用着。 在我出嫁的那天,因为风俗关系,新郎凌晨才来接新娘,年纪大了的他们熬不起,所以就叫他们先睡,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叫他们起来,他们都不愿意。 后来母亲实在是熬不住了,就去睡了,而父亲就坐在客厅,大冬天的整整坐到凌晨三点多,我了解父亲这个人,他越不说话,我就越知道他心里有多痛。 每次回娘家,父亲都会把很多东西装好,往我车里塞,每次有好吃的,父亲都会说,留点,这是我女儿喜欢吃的,父亲总是这样,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,他的爱总是默默无闻,让我们容易忘记。 如今,父亲的手掌早已出,声音早已苍老,皱纹早已踏上脸庞,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时间陪伴? 之前看过一本书,书上列出了这样一套公式,假使你的父母现在60岁,父母余下的寿命是20年,并且你没有跟父母同住,那么,你每年见到父母的天数,大概是6天,每天相处的时间大概是11小时,所以,20年6天11小时等于1320小时,也就是说,你和父母相处的日子, 只剩下55天,你以为自己还有很多个10年,20年或是30年,但是你能陪父母的时间,也就不过几十天了,你总是想着等自己赚了钱,有了权势,成了家后再去好好孝顺,但是你知道吗? 他们最想要的未必是这些,他们也未必等得起啊,什么地方的儿女最孝顺,我们习惯性向以后如何如何,真有孝心,就不是只在朋友圈里孝顺,而是应该在真实的调记,联络和陪伴里,父母在,人生上有来处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